大家好 周末愉快 欢迎收看 我是罗宾看 我是罗宾 那台股在昨天下跌了293点之后 那今天持续又是往下压回 最终下跌了128点 那即便今天还是压回 不过我们看到今天整个跌势上面 已经没有像昨天的沉重 不过今天整个盘面大家所讨论 所热烈讨论的还是在于 美中的新一轮的所谓的科技战 尤其是美国政府如果这边 他不把这些一些让辉达跟超伟 把一些高级的晶片卖给中国的话 那不仅打到美国自己的公司 也打到我们台湾的供应链 那这样的一个如何影响如何 大家要讨论这个部分 那其实我这样说好了 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 做股票你不要只看到表面 又或者像今天又下跌了128点 昨天跌了293今天跌了128 连续两天下跌 但是整个盘面上又沉浸在一片怎么样 一片所谓的恐慌当中 但是我一直告诉各位 什么叫赢家的特质 赢家的特质就是不会随着市场 多数人的氛围怎么样 去做一个追涨杀跌的一个动作 你要有不同的思维 就好比说今天我这样讲好 大家持续还是在热烈讨论 那这个辉达 你看辉达盘后还在跌 从昨天跌盘后跌到今天还在跌 那这确实对辉达 就有人计算出来了 如果说这个部分对辉达未来 这个冲击至少有4亿美元 那如果辉达受到冲击 AMD受到冲击 那台积电也会受到冲击 所以也有法人 好快 效率真的是超高的 马上算出来 这样子对台积电的营收供应 营收的所谓的一个影响 大概2%左右 其实对于他们这种研究的一个精神 我都给予肯定 没有错 你当盘面有什么变数出来的时候 你马上去做一个应对 马上把影响性给评估出来 确实非常有效率 这个我们给予肯定 但是我说过 有些时候你在看一样东西 你要从不同的面向去做一个观察 尤其做股票更是如此 当大家都往正向看的时候 你可以试着 往不同的方向绕一下 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事情 我这样说好了 回答跟超伟被禁止销唬给中国 这是不是事实 是 对不对 没有错 但是我请问各位 它是立即生效吗 是斩立绝吗 不是吗 还有一年的缓冲期 对不对 好 那重点来咯 如果还有一年的缓冲期 你今天是中国的厂商 你知道说我一年之后 我不能再跟美国获取这些所谓的高阶的一个晶片 我请问聪明的各位 如果今天你是这些厂商的老板 你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怎么样 对 没有错 赶紧囤货嘛 就好比说 现在如果说告诉你 明天卫生纸要涨价了 下礼拜要涨价了 聪明的各位 你是不是赶快跑到超市去 不管两条三条 最好给它扛个一箱回来 对不对 你连卫生纸你都这样抢了 那你想如果说你今天是这些大老板 我说我一年后 我拿不到这些高阶晶片 你会怎么样 你赶快买啊 我趁现在可以买的时候 我多买一点嘛 免得我一年后会断缺嘛 对不对 好 那延续刚刚我们所说的 那如果说 我一年后不然买 我现在赶紧囤货 我拉 我怎么样 加强我拉货的力道 那我请问各位 对于这些相关的厂商 包含辉达跟超委在内 我请问各位 没有错 未来它是利空 可能就短线而言 我请问各位 但是如果说他们加强拉货的力道 你现在还可以出货嘛 对不对 那营收会不会上来 业绩会不会上来 那如果短线的业绩上来 营收上来 那我请问各位 这到底是利多还是利空 对不对 现在大家都全面往利空去想 没有错了 未来确实是利空了 短线上 那可未必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做股票 你不要一窝蜂的 往人多的方向去思考 这样对你是没有帮助的 因为这个市场 巴尔法则是铁率 这个市场赢家绝对不可能是80% 你放120万个薪 不可能八成都是赢家 赢家一定是那20%的少数 所以你一定要去想说 人家20%的少数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你不是跟着大家一窝蜂 你跟着大家一窝蜂 你已经赚不到大钱 尤其像今年这样的行情 你不只赚不到钱 你可能要大赔 这个我从过去讲到 现在我讲个N百遍 所以当现在大家都在看 哇这个指数 哇零跌两天 涨200到63点 今天又128点 两天加起来要500点 但是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过 目前整个大盘 它就处在怎么样 往下大概在15000点 15400 这个14500点 那往上大概在15500点 也就是在15000点上下 大概各500点的区间里面 来做一个震荡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既然是区间震荡 指数涨涨跌跌 这很正常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你不用去太在意 万五到底有没有站上 即便这个市场 一堆人在告诉你 万五有多么的重要 可是既然是一个震荡格局 我认为万五 万五就万五 反正站上去 也不一定就代表站了稳 掉下来不代表就站不上去 所以你看礼拜上个礼拜 应该讲礼拜三 礼拜三 站稳万五 大家心高采烈 对不对 举国欢腾 结果连续两天不掉下来 现在当大家很悲观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搞不好过两天 下个礼拜还又上去了 就是震荡 所以这个部分 我就不再花时间去说了 所以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与其 你的心思完全放在说 今天的指数涨多少跌多少 你还不如把你的心思放在 那到底这个盘面 还有什么机会 我是没有看到的 还有什么机会 是可以让我赚大钱 我想这才是实际多了 对不对 就好比说今天大盘大点 对不对 又跌了128点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他又创新高了 他又创新高了 这不就是我们的七月之星 北极星吗 今天又创新高 而且今天 今天200块 正式的迈入到二字头 那既然又创新高 又迈入到二字头 当然免不了 今天盘面上 又是一大堆的专家 权威 名师 怎么样 又开始侃侃而谈 告诉你他有多好 包含什么 包含他九月要解盲 如何如何 讲了一大堆 对不对 那我说过了 我们先前帮各位所规划的股票 从市场完全不认同 到现在大家一窝蜂的来讲他 坦白讲 我非常的欣慰 我也乐观其求 但是坦白说 这个时候再告诉你 他有多好 有多好 这就能够说 你看股价 你看不出来吗 这基瓜是从100出头 带你买的股票 涨到现在200块 已经涨了快一倍 他如果不好 他会涨快一倍吗 对不对 你这个时候再来讲他有多好 这时间上 是不是有点晚了一点 对不对 而且你看今天多少人在讲 盘中了一些连线的 对不对 那些专家权威 几乎了 几乎了 天天 不是天天 几乎每个都在讲 好像我今天不来讲一个北极星 我今天就有失我的专业度一样 但是我说过 大家认同是好事 大家认同是好事 只不过我认为时效 时效上比较欠缺 而且我认为 他们讲的也不够完整 我这样说 今天多数人都告诉你 他好 大长当然好 对不对 为什么好 因为他九月要解盲 对不对 他的心要要解盲 那怎么样 对不对 好那我请问各位 九月要解盲就一定涨吗 或者我换一个方式告诉你 解盲是一定成功 你过去没碰过解盲失败的吗 有一档股票从400多块 一路掉到100块 你忘记了吗 解盲失败就这样子 所以解盲不一定成功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涨 记不记得这档股票 我说我在六月底 开始介绍给各位 然后在七月初带着我们会员 带着我们所有当时有登记这档七月之新的 我们在100出头布局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告诉你 我说这档股票 业内法人非常的看好 当然那个时候就知道了 对不对 他第三季要进行解盲 但是我说过了 那解盲不一定成功 为什么业内法人都看好 我这样说好 我有没有跟各位讲 为什么业内看好他的解盲 因为他原本这款新药 原本还不到收 三期的临床 原本还不到收案的时间 他提前收案 他提前收案 那我请问各位 聪明的各位 他为什么要提前收案 效果太糟了 效果还差到很糟 所以我提前收案 是这样吗 还是效果 我已经看到显著的效果 这已经不需要在那个了 效果太棒了 所以我提前收案 是哪一个 当然是后者 已经达到显著的预期效果 所以我可以赶快提前收案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业内法人 看好他解盲 成功机会到的一个原因 对不对 那到底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因素 让整个三期临床 能够提前的收案 对于这档股票 他的优势 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了 这个是几乎我今天没有听到的 大家都跟你讲好 因为要解盲 为什么解盲一定会成功 没有讲 那为什么他要提前收案 也没有讲 他的药到底好在哪里 也没有讲 那他药到底好在哪里 第一个我跟你说过的 这档ADI PEG20 有他的一个编号 他是一个生物药 聪明的各位 你都知道什么叫生物药 生物药不同于化学药 化学药就是化学药剂 化学药剂对人体一定会怎么样 毕竟它是化学性的东西 跟生物性的东西 那我们常讲的 有机的一定比较好 生物药 生物药你把它当成是有机的 就对了 对不对 有机的最好 天然的最好 对不 所以它是生物药 自然对人体的副作用 一定比化学药来得低 这是它第一个优势 第二个优势是什么 第二个优势是 它本身这款药物 它的一个作用 是利用这个癌细胞 对于金氨酸 对于金氨酸 这个东西的一个依赖 所以让它变成是一个标保 让它变成是一个标保 那在这种情况会有什么好处 因为它只针对癌细胞 针对这个金氨酸的一个依赖 然后去做标保 所以对于怎么样 对于一般正常的细胞 它的杀伤力道 就不会那么大 甚至于是没有杀伤力道 因为它针对癌细胞 对不对 那我们过去也知道 不管你做化疗也好 不管你做其他的放射性的一个治疗也好 没有错 你把癌细胞杀掉了 你正常的细胞也好 你杀掉了 所以变成这样同归于境 那同归于境对人体 那一定糟糕 你癌细胞死掉 你就好了 细胞也死了 当然对人体会有很大的副作用 所以这个它只针对癌细胞 去做一个标靶的一个攻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正常的细胞 它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这是它第二个优势 安全性高 副作用低 这第二个优势 那第三个优势是什么 这叫代谢疗法 这叫代谢疗法 这个代谢疗法 怎么样 它可以跟其他的药物 跟其他的医疗方式 可以混合使用 一般你用这个药物 你就不会再用那个药物 可是它这个可以相容 它不冲突 不冲突 如果说我用这个方法 又可以加其他的治疗的一个方式 其他的药物来做 会有怎么样 会有互补的效用 对不对 会有互补的效用 甚至于怎么样 会有加成的效用 所以这款药 好就好在这里 再来 过去只要好的药 当然会申请专利 可是大家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想尽办法 从你这边 怎么样偷 怎么样 就模仿你这个药 对不对 可是这款药 它的制成是什么 它的制成是蛋白质的制成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的技术门槛 技术门槛 是相当的高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别人纵持想模仿 你这不错 你这理顺还不理你 你想要来模仿 不好意思 你模仿不了 它技术门槛高 所以对它未来的 至少有一段时间 在专利期的获利 需不有一段的一个保证 再加上它很方便 为什么 用注写癌 你用注写癌 你不要想我要排一个化疗 你看一次要化 对不对 那一下子又要怎么样 一下子又要去放射线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是不是省事很多 也方便怎么样 病人的就医 所以加起来这么多的一个优势 当然让它提前收案 那提前收案 它既然敢提前收案 当然对于它解盲的一个机会 成功的机会 就大大的提升 业内就是看好这一点 所以关键在这里 不是说不是导果为因 因为它要解盲 所以大家看好 解盲也不一定成功 解盲也不失败 对不对 所以你要了解这前因后果 也因为你了解这前因后果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100出头 就开始买 有没有 我做过这一档叫做什么 这档叫做七月之星 对不对 这档叫做七月之星 而且当时还告诉你八月发光 八月有发光 七月之星 当然布局就在七月初 你自己看七月初在这 是不是100出头 但你买在这里 然后慢慢七月 慢慢的垫高垫高垫高 整理一下 有没有如我所讲的 七月之星在八月发光 那最重要的 今天大家都在讲 它有多好有多好 我请问各位 今天200块 今天收盘 今天收盘 一百九八块盘 你这个时候来买 跟你讲很好 要你干嘛 叫你来买 不然你说得多 对不对 如果你这个时候来买 你的成本在200块 你接近200 我的成本在哪里 我的成本在将近100块 在100块出头 换句话说 你这个时候来买 你的成本差我多少 你的成本 差我将近一倍 当然我说过了 我卖掉了 好 我卖掉了 我几块钱卖了 我也告诉你 我八倍左右 我180块钱附近卖掉的 对不对 我纵使180块钱卖掉 那又去到200块 我去洗掉了 我洗掉就洗掉 我们要有祝福的哑量 我100出头买了股票 我涨到180 把我赚了 我这样涨了七八十块 我涨了七八成 我怎么卖 我怎么大赚 我为什么不卖一趟 问题是 你这个时候你再来买 我说你能够像我们一样 你期望在这个位置买 你能够像我们一样 赚个七成八成吗 还是说在一个震荡过程里面 你很容易就被洗掉了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一个买点 一个买点 至关重要 我想原因就在这里 想想这中间的道理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核心 我想大盘连续两天压回 很多人很担心 可是我刚刚也跟各位讲了 与其在意指数的涨跌 你不如怎么样 你不如去掌握盘面赚钱的机会 就好像说今天大盘是跌的 可是北极今天 那今天创了波段的新高 而且还是历史的新天降 这样的机会你把握到了没 除了北极星以外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档股票 也是今天怎么样 也是今天拉出涨停板 而且今天也创下波段的新高 叫做什么 叫做1760的保龄负景 今天涨停满165块 今天也是创了一个波段的新高 有没有 好 这档股票 请问问看会员 请问问看当时所有有打电话进来 当时记不记得还有一个活动 我说跟八月之星比一比 这是我们最新锁定的生计股 一档是八月之星 看你喜欢哪一档 你来猜一猜 谁会先喷出 记不记得 你当时选生计股的 是不是就这一档 1760的保龄负景 我说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又或者我们来看 这档股票 我在八月十七号 带着会员买进 有没有 我说最新锁定的生计 来看一下时间多少 9点20 9点20在哪里 9点20在这里 有没有在平盘附近 有没有在130几块 这都没给够 我说我讲这些话都负责任 这么多会员在看 我能够随便乱讲 今天多少 今天165 我欢迎你自己算一下 来一天的低点还在135块半到 今天已经来到165块 你自己算一下这样涨多少 今天创新高已经涨了将近22% 已经涨了22% 所以我今天公开给各位 因为已经远离我们成本 你看是不是要再一次印证 我说只要我公开的股票 对不对 又或者我们帮各位所规划的股票 当它一发动 当它一发动 至少你20% 30%已经先放在口袋里面 有没有 北极星是不是这样 宝瑞是不是这样 药华药是不是这样 电子股都不管红宝也好 不管八月之星也好 甚至于最新的一个低价股 转机股 是不是都是这样 一发动至少20% 30%都放在口袋了 那如果市场再来一追 很快50% 60% 对不对 轻轻松松 那你看 今天165了 我们买在哪里 我过去就跟各位讲过 松露高贵的食材 对不对 比黄金还贵 你在山上找到它 把它挖出来 拿到市场上去卖 你就大赚 但是如果说 你不是在山上看到它 你在市场看到它 你想要享用它的美味 那就不好意思 比黄金还贵 你就把钱掏出来 把它买回家 你才能够吃得多 对不对 北极星也好 宝林附近也好 过去的宝瑞 过去的药华药 甚至于电子股的八月之星 红宝都一样 没有人买的时候 是不是你可以轻松的拥有 它就好比在山上 看到松露 等到大家都来追 我们说了 刚刚北极星 你这个时候来追 你期望你能够赚多少 我不是说你不会贪 但是你能够像我们一样 赚五成八成吗 而且最重要 你在这个位置 这样正一下 你耐得住正吗 所以我是一直告诉各位 方法很重要 方法很重要 同样一档股票 如果你是跟着市场 让一窝蜂来追 你想你的期望值在哪里 你跟我买在这里 前面或许闷了一点 但是也没让你赔钱 前面也是一直垫高底部 速度慢一点 可是我一直告诉你 八月会发光发亮 就算你这个月 让你忍耐一点 后面让你赚一倍 前面这个忍耐难道不值得吗 还是说你现在要跟着 大家这些专家权威再来追 你觉得比较有成就感 你希望哪一个 你自己思考 好 那不管怎么样 你的选择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的是什么 你知道我现在 即7月之星 8月之星 两档都大赚出场之后 接着下来 我们最新要布局的 就是9月之星 有没有 那这档股票 我也介绍好几天了 对不对 我就是希望 你能够在它还没有发动之前 在很轻松 很soft的一个情况之下 来布局 走在故事的一个前面 你看我前面几天都 每天都开放20个 对不对 天天20名是低档布局 一定赢 好 那今天太高兴了 又是周末 又是北极星 跟保林附近 双双的都创下了 波段的一个新高 所以我今天怎么样 我干脆好人做到底 今天一样 你认同的想提前布局的 我今天也干脆不限名额了 我今天直接怎么样 我直接开放 你只要登记完成的 就可以直接跟上 我们的九月之星的一个操作 认同的 就把它带回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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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